158 成報 肯尼亞新生意取名空軍一號 2015年7月27日國際A11 本部國際早報道 一批肯尼亞的新生意紛紛取名跟美國總統奧巴馬有關的名字 以示紀念 慶祝奧巴馬走訪肯尼亞 而其中一些母親顯然是期待子女未來能夠成龍、成鳳 奧巴馬在肯尼亞祖先的村落科基諾 早有不少名叫巴拉克 奧巴馬的小孩 但是奧巴馬上週五晚非底肯亞後 西部基蘇莫斯 便有兩名母親作出不尋常的決定 要以美國總統專機為子名名 也就是取名空軍一號 其中一名母親盧西烈士說 我決定叫我的保保空軍一號 巴拉克 奧巴馬 A force one Barack Obama 如此一來大家便能記住 奧巴馬爭訪訪過肯尼亞 因為這是很大的福氣 另一位母親阿蒂諾 H.E.N.O.決定 把他的南英簡單取名空軍一號 阿蒂諾說 我說過 空軍一號是最好的飛機 因為他搭載過一位非常具有權勢的肯尼亞裔美國元首 初生英語第一夫人同名護士多爾芬 埃金爾 奧巴馬說 肯尼亞基蘇穆雷菲拉爾醫院 Pasumeriferal Hospital上週五晚有八名嬰兒出生 大多取名奧巴馬 兩位空軍一號嬰兒是其中之二 三名女嬰也獲命名 跟奧巴馬有關的名字 其中一位以美國第一夫人 取名米希爾-Michelle 另一位以奧巴馬大女兒 取名瑪莉亞-Melea 第三位以奧巴馬兩位女兒 取名瑪莉亞-Sasha-Melea-Sasha 在那邊 感谢观看